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右脚前三根脚趾却因为触电而烧焦 未来三天还得观察 如果损害到了神经或血管的话 恐怕得截止 36岁流性工人触及高压电紧急送医 双手双脚三度烫伤包扎绷带 工人送医时意识还算清楚 但强大电流造成他双脚脚趾触电烧焦 必须进烧烫伤中心治疗 特别是右脚很痛 那我们打了之后就很症痛 这就怕说我们电流都会通过 那种比较电阻小的神经跟血管 意外发生地点在彰化县秀水乡 这处产业道路上 流性工人当时在准备早紧的坑洞里拉钢锁 并且派了吊车来帮忙 结果吊车调配触及高压电缆线 工人不知情伸手碰触 人当场昏迷 当时工人双手触电全身颤抖 电流又从脚尖释放 尽管他触及电压高达6万9千伏特 是一般家庭用电的310倍 但医生说电流没有通过脑部心脏 工人才能幸运存活 网路上也曾有人po网 自称接触130万伏特电压时 被电的坐都坐不住 当场从椅子上跳起来 更何况工人接触到的是6万多伏特的电 现在救回一命 但右脚前三根脚趾因为触电烧焦 是否需要截止未来三天是重要的观察期 TVBS新闻张哲伟 彰化报道